iPhone的缩放功能非常的方便 不管今天是想要全萤幕放大 或者是部分区域放大都可以做得到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设定这个缩放的功能吧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在之前有非常多部影片里面 我都曾经用过iPhone这个缩放的功能 来指示说大家要按哪一个按钮之类的 那就有非常多观众好奇说 要怎么使用这个缩放的功能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要怎么设定吧 这个缩放功能它其实有非常多变化型 就是它不是只有一种缩放的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 接下来我要教大家的一些设定 把它调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有些选项像是你想要全萤幕的缩放 或者是你想要这样子一个 放大镜的视窗来操控 或者是你想不想要有这个 小小的一个控制器 让你随时可以去调整 这个放大镜的位置 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那首先呢要叫出这个缩放的功能 要先到设定里面 我们打开设定 设定打开之后呢 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辅助使用 点进去 然后呢大家会看到 第二个选项就是这个缩放 它在旁白的下面点进去 然后这边呢大家就把缩放这边打开 打开之后呢大家往下看 这边有一些说明 那这些说明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教大家 那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缩放的功能呢 并不会影响到你日常的使用 那唯一的差别呢 就是你想要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你就用三只手指头去点萤幕 它就会出现这个缩放的功能了 那我先解释完 就是这里面的选项是在讲什么之后 我们再来实际操作一遍 那往下看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选项 叫做随胶点移动 这个随胶点移动呢 就是今天你使用放大镜之后 如果你有选取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你有输入文字 或者是编辑文字的时候 这个放大镜的区域 就会随着你选择的地方移动 这边示范一下 例如说我今天这个放大镜的区域 放在别的地方 然后我在这边打字 然后我一选择那个输入栏呢 它的这个放大镜就跳下来了 大家再看一次哦 就是我打字的同时呢 这个放大的区域也会跟着移动 所以这个选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下一个选项叫做智慧输入 这听起来非常的模糊 那它实际上是在讲说 你的键盘要不要跟着一起放大 我们现在先示范一下 如果关起来的话 你的键盘在缩放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子 今天在这个对话视窗里面呢 你如果放大上面的区域的话 你就看不到键盘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键盘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刚才那个选项 也就是智慧输入打开 我打开之后再示范一次哦 这边呢我在输入栏位的地方 然后现在有键盘有没有 然后我去放大 大家就看到这个键盘 并不会跟着一起被截掉 就是你的键盘永远都会在下方 所以智慧输入的部分就是看你需不需要 放大你的键盘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键盘一起跟着被放大的话呢 你就把它打开 然后接下来呢 下一个选项叫做键盘快速键 这个部分就是看你有没有连接键盘 但是iPhone基本上应该不太会接键盘吧 然后下一个功能叫做缩放控制器 这个东西什么呢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让你可以快速的调整你放大的区域 那就算没有这个东西 你也一样可以手动去拖曳这个视窗 或者是调整你放大的区域 所以就是看你想不想要 用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滑鼠的感觉 然后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桌面上的话 多少还是会挡到你的视线 所以就大家就自己评估一下咯 那我之前在影片里面的这个选项 都是关起来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差异是在哪里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下一个选项 叫做缩放区域 这个缩放区域是什么呢 就是你放大 其实有两种方式 大家现在看到是整个萤幕 跟着一起被放大对不对 我们现在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缩放区域呢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全萤幕缩放 一个是视窗缩放 现在我们选的是全萤幕缩放 大家看到它就是整个萤幕嘛 那如果我们切到视窗缩放的话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叫出缩放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这个视窗 然后你就可以去放大你想要的区域 所以就看你想要用哪一种方式 因为全萤幕缩放的话 可能会挡到其他地方 那如果是视窗缩放的话 就是部分放大 接下来呢下一个选项叫做缩放滤镜 这个部分呢就是看你有没有需要进去 把颜色调成比较特别的颜色 让你看的比较清楚 那平常我是不会把这个功能打开的 那我们回到上页 接下来呢最下方 大家看到有一个地方叫做最大缩放层级 就是它可以调整你缩放最大的倍率 那现在我是调到10倍 其实10倍是非常大的哦 10倍的话是这么大 所以就看你需不需要用到这么大的缩放倍率 那大家如果平常使用的话 我想大概5倍就非常大了 好那现在我们设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实际操作看看 今天呢不管你是在桌面啊 或者是任何App里面 你想要放大的话呢 你就用三根手指头点萤幕两下 它会叫出这个缩放的功能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视窗缩放 就是它有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视窗 你可以放大嘛 那另外呢还有全萤幕缩放 就是今天你点两下的话呢 它是整个放大的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调整这个放大的倍率的话呢 你就用三根手指头点两下萤幕 接着不要放开上下滑动就可以调整这个放大倍率了 我来示范一次哦 点两下 然后不要放开上下滑动就可以调整它的倍率了 那今天如果你觉得这个手势太复杂的话呢 你就可以点三下 它就会叫出这个缩放的视窗 然后你就可以在下面这边去调整它缩放的程度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选项 像是第一个你就可以直接去把它缩小 然后第二个选项呢叫做选择区域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在设定里面设定的 就是可以切换全萤幕缩放或是视窗缩放的模式 今天如果你切换到视窗缩放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放大的视窗 然后第三个叫做调整镜头 就是今天你是可以调整这个视窗的大小的 如果你觉得它太小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大 那选择完毕之后呢 你就点一下其他区域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第四个选项叫做选择滤镜 就是刚才我们在设定里面 设定的那种比较特殊的颜色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选择 然后第五个是显示控制器 就是看你要不要把这个控制器叫出来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控制器的效果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视窗 如果你想要改变它的位置的话 你一定要拖着这个下面的这个白色横条嘛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麻烦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控制器 它有点像是那种滑鼠的感觉 像是一个小小的滑鼠 然后今天这个控制器在这边有点碍眼 对不对有时候会挡到一些东西 是可以把它调成透明的 我们进到设定里面 然后一样在辅助使用的缩放里面 点到这个缩放控制器里面 然后里面呢你就可以去选择 控制器它的手势有哪些 它有点像是小白点的感觉 只是今天它是用来缩放的 然后最下面呢 大家看到有一个叫做闲置不透明度 你就可以把它调成最低 它就会接近有点像是透明的感觉 它在这里 那这个缩放的功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来跟大家做一下总结 就是缩放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全萤幕缩放 一种是视窗缩放 然后它的手势主要是用三根手指头 点两下来做切换 或是你今天想要设定的话呢 你就点三下 它就会叫出这个设定的视窗 然后你就可以调整大小啊 或者是其他的选项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三根手指头点两下 去调整它放大的程度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使用这个缩放控制器 就有点像滑鼠的感觉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iPhone缩放的教学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另外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是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